我推了VTuber的榜单全公布 上位圈的一半都是某个团体出来的成员们 纯情然后又色色合一 整个彩虹色的男V都是他的后花园 我怕他们两个人会遵谁要当兽 有一个很有感染力的主推算是我的荣幸 会有一种对自己也很激励的那种感觉 今天也是来到一个月一度的社长调查局系列影片了 频道到现在有非常多的VTuber推坑影片 应该大家都有看过吧 今天的影印非常多人喜欢V圈这个主题 所以我们今天要调查就是我推的VTuber 虚拟主播也是我们的偶像啊 我们总共收到了811的票数 待会呢就会依照第七名然后公布到第一名的榜单 为什么会前七名呢 因为上位圈的一半都是某个团体出来的成员们 所以呢我想说这个人数好像有点太偏颇了 我就加码了六七名这样子 想说一遍的跟大家做介绍 后面也会加码讲一下就是我自己平时在追的V 然后小小的推荐一下他们 如果你们也是对大家到底最近都在追什么VTuber 然后本来也是对V圈非常有兴趣的小豆腐 那就接着一定要继续看下去 在开始影片之前呢 也请不要忘了要订阅一下我的副频道 然后还有追踪一下我的Instagram 那边都会分享一些生活日常的大小事 好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 龙社长先插播一则 一个即将呢在九月初登场的台湾VTuber新男团 月食物就要来了 植物计划呢旗下首速推出的男团一齐声 消息一出呢已经让许多粉丝大恨 植物娇娃登场本次有三位成员 整体概念呢是万事物跟爬虫类remix的感觉 当时你看到图的时候就觉得啊晕倒了 太帅真的是有辣到社长 目前呢三人都已经公开X就是旧推特 还有YouTube的频道还有初亮相影片呢 可以看可以听可以闻 第一位成员呢是团队中的LeaderSakuro 白发红眼再加上呢赤腹的黑蛇代表 还有那超性感的石石插 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key point 配件呢是以黑红色为主 搭配呢银色的蛇环 整体形象就是辣到西班牙的豆牛呢 都会直接上你冲过来 不仅在初亮相影片里 吉他震台自强 还有康姆曲味言 那神仙呢我一听就是很爱上了 未来社长呢要追的歌回主 我有加一 第二位成员呢是月食屋的满美欧波罗 初亮相影片呢我大概只看了开头5秒吧 Oh my god我知道 感应到我的国民弟弟来了 外型奶油白的头发 还有小书生的知性打扮 日文唱歌的真是也是星空到十几 他的曲呢还跟其他的成员 一场的肌肉魔法是OP 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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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阳光气血棒男孩也值得大家入估 最后压轴的成员呢 是性感又成熟的黑凯蛮二代表 犹如浪黑打进层白色加上身上有许多伤痕 原本以为他是走那个狂野的路线 结果看完他自己写的剧本故事影片之后 完完全全的大改观 声音与剧情的营造呢 这个氛围都让人家觉得十分的放松 直接预定未来红碎ASM把台 喜欢黑皮低音炮声音控的朋友们 别犹豫直接跳坑吧 我不会拦你的 因为看起来只有许许多多姐妹们 合月食屋这三位成员的出配信时间 就在9月6号到9月8号连续三个晚上的8点钟 成员们的频道还有资讯呢 我都有放在下方的资讯栏 就让我们在成员们的出配信下面再见吧 首先是第七名 得到22票的台V涅尔菲 我其实也知道今年有推出一个新的团体 也是男团 涅尔菲我本身有看过他的就是图 也是舍舍代表 那投给他的粉丝朋友们是怎么说的呢 他是5月份刚出配信的男团里面的清权担当 但其实也是涉气担当才对 所以是那个 纯情然后又色色合一的那种感觉是吗 我会推荐菲菲是因为当初 我看到他出配信唱歌 真的是直接的垂直入坑 真的太好听了 还有恐怖游戏的反应也超级可爱 另外一位粉丝网友们是说 就是喜欢傲娇又涉气 能唱动漫又可以唱古风的VTuber 好然后另外一位网友是说 涉气又涉恐的小蛇蛇 声音越听越上瘾 事物是因为前男公关而聊不动 因为他其实有一些男公关的设定 再加上就是他自己本身 歌艺又非常的厉害 喜欢听歌的路线 可以认识一下认识一下 第二名呢有两个VTuber同样一个名次 是拿到27票的Wukki还有Shoto 那Wukki呢其实是来自彩虹色的VTuber 大家应该都对他非常的熟悉 Naktis的妈妈 他也是另外一位就是我gay的代表了吧 整个彩虹色的男兵都是他的后花园 投给Wukki的朋友是说 一开始呢是因为我喜欢紫色而注意到Wukki 后来越关注他呢就觉得 不管他哪一点都超戳中我的 因为像是声线软软的很疗愈 放松又可爱 令人不惊更想要了解Wukki 另外一位是说 初次debut的时候呢就释出了 他自己自创的那首歌真的是令人惊艳 非常适合Wukki的人设 而且还特地买了这首歌超级好听的 除了歌曲之外 也喜欢看他撩其他的男兵 对我就说吧 彩虹色的全部都是他的后花园 超多CP可以满足大众的口味 好另外一位是说 一开始对Wukki其实没有什么关注 直到第一次的新衣装出现 那个长发再加上原戏狂眼睛真的超级搓我 藉由这样子的我才后面慢慢认识Wukki 主动去听了直播之后发现声音超级温柔的 那听到的cover曲又更爱乐 那我自己对Wukki呢 就是很想再推荐大家去看的直播 他有一次看Vivi洗澡的那个直播 reaction真的是太劲爆了 我觉得他有真情流露出他的那种喜悦感 那就是真实的Wukki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再来是同名次的Shodo 他真的是号称最容易被误认成是彩虹色的男子 他不是彩虹色的 拜托大家真的千万不要误会还是个人事好不好 那投给他的粉丝朋友们是说 除了皮很可爱之外呢 个性也是有时候呆呆萌萌的 语气跟声调都超级温柔跟温暖 有一种邻家男孩的感觉 虽然是个人事 但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好不容易达成目标 真的是很喜欢Shodo保 另外一网友是说 瑟瑟的紫色小狗很难让人不爱 作为VTuber前的还是医学相关的研究员 新衣装还有腰上流汗的动画 腰上流汗呢 天啊我没了 很懂我们知道 就是我们的眼睛都会不自觉到哪里飘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总之就是超级可爱的 最近4.0的新皮也超赞 生衣可以拿来配睡觉 然后又会弹吉他 跟Wukki真的很像 哦 吃这对CP就对了 就是他括号说 我知道真的是非常的冷门 他想要总结一下就是总兽 哦 所以他跟Wukki也是总兽吗 我怕他们两个人会争谁要当兽 Shodo最新的消息是 他在台北的CWT呢 就是有见面会 大家如果说有入坑Shodo喜欢他的话 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消息 再来呢来到了我们的上位圈的第5名 就是获得了31票的Alben Ototo Ototo也是Ototo的代表啊 投给Alben的朋友是说 就是可爱两个字 大家一定要去看2023年4月1号直播 这个是做梦都会记得这个数字是吗 通关密码20234月1号 没有言语障碍 只会看到一只可爱的女仆 对你尿尿尿的不停 你的脑中也会洗脑的尿尿尿尿 就是绝对不是邪教是至高的Alben Neko 至我一生追随的光啊 这个人很特别 他跟社长小说的话就是 社长之前cost的Alben超棒的 对 我有cost过Alben 但只是我是不小心把Alben弄得太功了一点 另外一个网友是说很认真的面对任何的事情 日文学得超棒的 从原本不但会讲到现在讲得很流利的 还要让自己更加精进的学习 第二个是他对粉丝都很认真 大家给的super券 从以前到现在都会每一条每一条的去念去看 尤其是生日的时候 然后连续看了好几个小时 大家给他的留言还有作品 还有另外一位网友是说他非常的可爱 然后又认真色色也很棒 顺便宣传一下Sunny本 喜欢Sunny本 真的大家不意外 我知道我知道 我自己最欣赏Alben的确也是 刚刚那位网友们提到的就是 他真的很懂得自己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然后去学习 然后跟可以安排规划 对于V圈整个的Gi分配 我自己是最欣赏Alben那种认真又投入 到现在也是不断地精进自己 我真的觉得很棒 很值得我们学习 再来是第四名 第四名也是有两个一样的人物 是获得我们57票的 同推 因为Luca也是社长的主推 我的欧喜 各位Luca的粉丝朋友们是说 可爱 很有活力 看他的直播都会被感染 跟着很开心 变得有精神 发文每个英文都会大写 也觉得很有趣 对对对 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本身有阅读英文的伤害 毕竟不是母语 他每个字都大写的时候 真的会让人家看了很久 然后就是有点难念出来 然后喜欢看他笨笨 然后认真的时候 恐怖游戏被吓到声音好软 然后每次Luca出现的时候都觉得很神奇 唱歌也很好听 期待他出新歌 另外一位玩的是说 我一开始听到他的Color被拳粉 明明是黄金猎拳 却说自己是狮子 我说实话 我真的是当时有笑出来 这样拆台好吗 而且他说的英文呢 我全部都听得懂 还有网友是说很喜欢他的个性反差的外表 是黑手当老大 但是一下子呢人设就崩了 他的个性很可爱 有一种热情小狗狗的感觉 其实社长自己更喜欢他的另外一点 是他一开始彩虹色根本还没有想要推男团 然后他就自己主动的出击 然后写信 主动的推荐自己 就是伯乐不来我自己找伯乐的那种感觉 我个人觉得其实很多创作者需要这样子的一个 主动出击的个性 才不会错失任何的 你可能想要合作的任何机会 然后还有他很阳光 都会用不完的那种活力 我也很喜欢 有一个很有感染力的主推算是我的荣幸 我现在在录影的当下呢 他隔一天就要那个3D的debut直播了 我自己很期待 希望呢可以看到火蹦乱跳的我们的boss老大 在投给boss的朋友们呢是说 他是我录坑的原因 在YouTube的时候划到一个切片被ASMR呢 迷的不要不要的 现在不管是RP 然后或是各种的ASMR都很喜欢 音响也是1等1的好听 最少都会一併的看他的直播 因为是学生还是很少看到 直播通常都是补档 很喜欢一边写作业一边听杂谈 不能听游戏或是联动会非常不专心 OK就是的确是这样子的 没错 磁线英国枪低音炮根本就是我而软住 但是呢日常训炮的反差也超猛的 加上每次讲到乐爱事故 就会停不下来这点好可爱啊 活着真好 低音炮音枪驯炮属性 很会写ASMR剧本 然后还有电影 1.0还有4.0呢的形态都任君挑选 哦对的确因为Voz 他有非常多的那个外表可以选择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抽签欸 蛮厉害的就都有抽中啊都有新衣装 还蛮值得大家去看一下 真的是进入了我们上位圈的第三名 是来自于我们的台湾的V 是台V515 他获得了64票 非常厉害的强劲黑马好不好 投给515的粉丝朋友们是说 一开始呢还是因为社长认识他的 是第一个追的V 觉得515声音很好听 做的题材也很有创意 看他的直播可以暂时忘记烦恼的感觉 另外一位网友是说讲话很干很好笑 很有个人的风格跟特色 偶尔也很可爱 超级喜欢无奖的啦 第一次追V就是追台V 每次的直播都很有笑点 真的很喜欢他 也有人是说 超级好笑的每次看他的时候 都看到他刚好在讲干话 515到底是有多爱讲干话 V圈有非常多我自己关注的主播们 刚刚他比较有交流的第一次是因为 我们BlueLady出了2024年的 就是逼有着力 想要请他们帮我们宣传这样子 所以当时有敲了515 也因为因缘忌讳才有认识了 我最常看到的应该就是他的IG Reels吧 我们IG有互追 推荐一下大家去看他最经典的那个 战斗陀螺的一团影片 515可以保持这样子的讲干话的精神 大家喜欢真性情然后又讲干话的主播 再来公布一下我们第二名票数飞跃 84票数的Shoo Yamiro 欸欸欸 Shoo Bananashoo 同位Shoo的朋友们是说 集温柔智慧电波可爱帅气歌力 甚至美颜于一身的血线角 每次都是在退坑的边缘又被他拉回 最近呢的粉丝真的是持常好的 虽然呢他常常跟粉丝呢 斗智斗勇 然后跟瓦金分了 但是还是很喜欢 最近他打瓦的直播很帅 然后还有解谜的切片 让我常常有在奶奶粉跟梦女之间 跳来跳去的想法 另外一位是说 刚出道的时候表现得聪明又冷静 但是在跟聊天室越来越熟后 开始会软软的讲话 时不时的搞怪反差感拉满 在看3D直播之后呢 真的是可以感受到 他真的很喜欢彩虹的大家 是一位极温柔 然后可爱于一身的人啊 然后另外一个网友是 有特别提到他3D出道 可爱的小动作 还有微微的内巴 更加灵动的小表情 真的是被尊死这样 就他走路或跑步的时候 会小小的内巴 他跟Moss两个人在艾克的3D debut 逃出监狱里面的那个剧情 秀呢就会不自觉的内巴 推荐一下大家去看这个影片 当时追修的那个经历 就是他打瓦真的是太厉害了 很多很多切片的精华呢 都有看到他武杀啊什么什么的 就很强 然后也很喜欢他发出一些怪声音 的那种感觉 第一名 大家猜得到他是谁了吗 还有哪一位成员没有被提起呢 没错 第一名就是获得我们88票数的 Type Evening 衣服蓝的衣服蓝的来了 头给他的粉丝网友们是说 首先是气质还有直播 但背景音乐听也很适合 也不是英文母语者的关系 所以倒没有很简单 但是基本用字潜词还是很容易理解 很推荐拿来学习英文 再来就是唱歌很好听 还会作词作曲混音 完全是一体肌 不能外表啊 然后轻柔偏高的嗓音 但是还是会唱重金属 最后当然是三观很亲近的吧 直播透露对于事情的看法也都很喜欢 亲近感呢也不是因为他很完美 而是他会迟到 然后他也会压死线 生活作息也不好 也是资深宅宅等等的 就让我觉得很像朋友一样 艾克的3D的出道呢 更是让我有一种被鼓励的感觉 看他出道立下的目标 然后以及圣诞节立下的目标 一项一项都有被实现 真的很感动 甚至还跟初音未来呢同台演唱对话 最不可能实现的目标都被他实现了 让我有一种 自己是不是也应该要行动起来 然后充满动力的感觉 这个人真的写得太好 真的是完完全全有感受到他 他非常被影响了 然后也是被鼓励着的那种感觉 另外一个网友是说 我对于可以无缝切换多国语言的人 超级没有抵抗力 在看过L团呢的联动之后 更是深陷腹黑甜心的魅力无法自拔 平时直播的风格呢 跟节奏都很可爱放松 但自己的cover曲 居然都是唱摇滚死枪 甚至作词作曲混音一首包版的原创曲 就是这么反差的设定谁不爱 整个都是非常有才又有魅力的男神 另外一个网友是说 一开始是因为看到 Micky然后介绍Luxian 没想到就入坑艾克了 3D跟Miku同台 真的是哭死大家了好不好 会有一种对自己很激励的那种感觉 我自己还蛮喜欢他一个直播 就是羽毛一直都不听话 所以他就把那个羽毛放在地板上面 有人说不要把我们放在地板上 没有就是他只是把它放在旁边而已 还会在Luxian开皇家的时候就说 这一切都非常的有趣 那以上也是这一次的 我推的VTuber的榜单全公布 那社长自己也想加码讲一下我自己本身有在追的主播 我大概除了Luxian 然后还有Naktis以外呢 还有Ren 然后Kyo Ena 这都是彩虹色我自己平时呢 比较会看的 但Kyo现在就是毕业了 但是像Ren跟Ena呢 都是唱歌非常厉害 有时候就是会一直看他们唱歌啊 Cover曲啊 台V的话呢 我自己现在目前有看的是 333通常都在礼拜天的晚上 还会开那个歌会 他就会弹吉他制弹制唱 不管是什么样的歌 因为他是用吉他弹出来 会让你觉得比较 没有那么情绪大起伏 还蛮适合就是那种夜深人静 自己思考一下 下礼拜要做什么啊 的那种感觉 另外一位呢 也是子母进化旗下的 就是Shi Seki 认识他的时候也是因为一首Cover曲 就是你朝我的方向走来 他现在至今 应该有让我贡献一百 一两百次的观看率吧 我自己真的超级喜欢他 唱的这个版本 如果说很好奇的话呢 都可以去看一下 我甚至觉得 是不是不会唱歌人都不能禁止舞 其实我觉得VTuber 其实跟Youtuber一样 他也是一位创作者 陪伴着大家 然后还有一起成长的感觉 在镜头的另外一端 然后默默的可以给你很多能量 我觉得这都是一种非常好缘分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大家调查局的影片了 如果说你们的推 或是你们的留言 刚好没有在上榜圈 也想要推荐大家 一定要认识自己呢 推荐的主播的话 都不妨放在下面的留言处 我相信应该也有非常多 喜欢VTuber的朋友们 不会去下面刷留言 看看有没有自己感兴趣的VTuber们 那最后呢 也不要忘了帮我把影片呢 按个赞 然后分享出去 给你所有喜欢VTuber的朋友们 然后还要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喔 我是Nikki 我们就下次影片见了 掰掰